今天早上本院就被告王宗毅等殺人罕見 經提訓被告王宗毅之後 認為被告王宗毅沒有羈押的必要 而予停止羈押 停止羈押主要的原因是本案經過送台灣大學法醫研究所鑑定結果 認為這個死者王蔡秀差 已跌落溪流中金石頭撞擊受傷 溺斃的成分居大 並沒有積極的證據 認為這個被告王宗毅有這個加工的行為 所以本案考量被告已經羈押了兩年的時間 還有相關的證據需要調查 所以予以停止羈押 被告王宗毅 現在是 chim在二人 最終死者 地下台